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西蒙总裁马哈迪的领导已经不在中心耿耿了 而一星团长卡里尔就在伊党的喉舌哈拉卡在线就发表了评论质问 火箭是否继续支持马哈迪担任首相直到这一届的期满为止呢 而这个一星团团长卡里尔他就是伊党主席哈迪的儿子 他的父亲因为两项课题而形象直接插水 第一个呢就是他与这个沙拉越报告网站的主编 克莱尔的这个9000万令吉的这个诽谤案呢 哈迪就跟克莱尔打致了这个庭外和解 这普遍呢就被视为说哈迪理亏和妥协的一个象征 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是 尼阿杜的电话录音显示 伊党确实有收取纳吉的200万令吉 而尼阿杜就是尼阿杜斯 就是伊党精神领袖的儿子 他说呢当时他被逼撒谎 因为这一个指示呢 是来自伊党主席哈迪的这个下达的这个指示 那么如今呢 卡里尔他就忙着把这个焦点 转移到这个 转移到行动党的这个身上 那么呢就把行动党呢 标榜成说行动党要逼供要蹲马退位 嗯 卡里尔呢就坚持说 伊党所抛出的这个马哈迪被逼供呢 是有根有据的 他说明自己呢 已经是有很多项的观察来佐证呢 西蒙的内部确实是存在这个逼供的阴谋 其实呢西蒙在第十四届大选呢 已经有这个内部的协议 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 马哈迪也自己也多次表态说 会遵守承诺 表明呢会在执政的这个中期呢 就会交棒给公正党的主席安华 那么伊党因为近期的一连串事件呢 导致他过去不断搭建的这些道德的形象跟平台呢 逐渐的被拆台被摧毁了 伊党与老马走得很近 同时呢又维持与巫统的合作关系 这其实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一脚踏两船嘛 三脚关系嘛 昨天我的用词呢 就是伊党要左右逢源享受其人之福 那么今天的说法呢 则是搞三脚关系 这个比较严重了 伊党与巫统约会 那同时呢又跟敦马牵手 所以一些分析就开始认为说 伊党支持敦马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议程 而这个议程呢 就是要堵住安华成为接下来的首相 而这部分的人当中呢 是有马来议程的 因为安华背后呢 是有非穆斯林的行动党 在背后支持着安华 嗯 而且呢 目前为止呢 是有谣言传出来说什么 说3月11号召开的 这个新一季的国会呢 可能就要发生大事件了 某一方呢 可能就会发动不信任动力呢 要把马哈迪拉下台 所以呢 现在议员的人数是非常重要的 掌握越多的议员呢 就越能够放心 而在伊党的部分 现在就有18名的国会议员嘛 一旦他们是支持敦马的话呢 敦马就有更多的筹码 有更多的谈判力量 那么伊党跟老马牵手呢 其实大家各有所取 也各有所获 伊党呢 他就获得了喘气的空间 暂时避开 面对9000万令吉 政治现金的这个追问 同时呢 又能够与老马 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那么敦马呢 他则能够借着 伊党跟土团党的 这个关系 来向党内 向西蒙表示 展现自己的这个力量 同时呢 他也能够分化 伊党和巫统的合作关系 那么伊党和巫统支持者呢 就会因为敦马的一番言论 开始质疑他们的领导 说我们现在的方向 到底是怎么样 是跟伊党合作 是跟巫统合作呢 还是走自己的路 不过其中呢 就可以特别提一提 就是行动党的领导人 林冠英 因为他呢 就已经是强烈否认 逼供马哈迪的这一项指控 他甚至还挑战伊党呢 要拿出证据来 否则呢 伊党就是不负责任 没有尊业 以及企图逃避 真正的议题 而且呢 伊党收取巫统资金的这个事实 可能就是他们在逃避这的了 那么过去几个月 所发生的事情跟迹象呢 都显示土团党急着 在最短的时间内壮大 所以才有巫统青蛙 过当到土团党 那么土团党也在沙巴插旗了 土团党的国会议席呢 从509的时候 刚大选之后的13期 增加到目前的22期 所增加的9个人当中呢 都是前巫统议员 那么从现在到3月11号 马来社会 马来政治将会出现 很多的一些变化 特别是 世贸业补选期间 以及接下来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举行的软道补选 那么接下来 只有更精彩 没有最精彩